奥尼尔的身体素质可以说是联盟少有的天才球员,而他退役后也没有离开篮球担任TNT的著名解说员,而他的大儿子也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 大儿子目前已经在全美打出了自己的名堂,凭借自己父亲的影响力,他获得了很多著名大学的邀请函,显然就让奥尼尔感到十分自豪,不过大部分球迷都不知道奥尼尔还有一位小儿子,他已完美继承了父亲优秀的运动基因,口说无凭。 下面我们来看看奥尼尔小儿子沙奇尔奥尼尔今天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更新的一则视频,15岁的年龄能够口栏对于大部分美国黑人小孩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不过能够跨过200厘米的大个子,完成大风筝口栏就不是人人就做得到的,而视频中的沙奇尔奥尼尔就做到了。 看完小编部有感叹,一下整个过程没有一丝行动和犹豫,整个流程十分流畅而且具备观赏性,除此之外他还具备一手很好的三分球技能以及控球能力,相信他未来的高度要比哥哥高。 看看老科看见奥尼尔的小儿子的表情,大家自己脑不下。